领导啊 你还有俩月就退了吧 可不吗 看来是有事啊 这时间过得多快 我记得我刚上班第一天就当你司机 15年了 我舍不得你走啊 这咋的呀 你用忙我就想走啊 是啊小徐 这个我也很舍不得你啊 这15年 我们出的像一家人一样 别铺店了 有事就说吧 领导啊 咱们公司 没有项目的时候 天天上班 我都抓不着你一样 天天我开咱公司的车 赶我自己驾车 咱公司一有项目 无论是白天半夜 你都让我拉着你 奔赴各个施工现场 像你这样的领导少了 负责任的 你那点事啊 我都知道 是啊小徐 辛苦你了 这个你个人和家里 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哎呀急死我了 还是我问吧 领导 还真有困难 这孩子马上上学了 我现在住的不是学区啊 我正好相中的学区房吧 是咱集团公司开发的 你看领导 你能不能帮想想办法的 看你咋表示吧 你这样小徐啊 那个小区啊 我有套房子啊 也一直没去住 当年这个光装修啊 就花了五十个 你要是不嫌弃啊 你们一家三口啊 就办那住去 等以后孩子毕业了 房子一卖 就当孩子结婚我随理了 好不好 你小的知道我的事太多了 给你一套房的我不亏 谢谢你了 真感谢你啊 主要是啥呢 主要你这一走吧 我还得给下人领导当司机 你说这重新还得磨合 还得适应 你说这要是干的没咋俩顺心 你说我咋着呢 你走之前 不得给我琢磨个地儿啊 这个 我都帮你想好了啊 在我退休之前呀 我把你安排到咱们下属公司啊 去当二把手啊 这个 到新的单位啊 新的工作环境呢 一定要虚心虚习啊 好好干啊 我肯定得给你整走 我你火了巴急的 再跟下届领导说啥 我给你扔下属单位 当二把手去 你永远得听一把手的 这要让你当一把手 你再给我整出事来 领导啊 你就是我的恩人 你是我全家的恩人 以后 家里有啥事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我肯定从风在前 你永远是我的好领导啊 领导 这领导挺够意思呀 这十五年没跟他白干呢 好好好 不必感谢啊 不必感谢啊 哎呀 这下终于可以安稳退休了